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法拉安卓的频道 我是安卓 在我录影的当下 特斯拉股票正大跌超过5% 而另外一间电动车大厂Neo未来汽车也大跌超过6%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很不幸的都跟他们自驾系统有关 包含美国NHTSA正式对特斯拉自驾所造成的事故 启动调查 而在中国8月12号 一位知名餐饮连锁品牌的企业家 在驾驶一台Neo未来ES8 并且启动自驾的情况下 发生了事故 非常不幸的身亡了 这些消息都直接影响到特斯拉以及未来的股票 谈到自动驾驶 特斯拉这礼拜FORCE OF DRIVING也有最新的进度 待会安卓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另外还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 对于我的Model Y在驾驶超过12000英里 也就是大概20000公里之后 我在上礼拜把车拿上网去估价 出来的结果真的让我非常意外 甚至让我起心动念 想要换一台新的Model Y 而最后我到底有没有这么做呢 都会在今天的影片跟大家一起分享 如果你觉得我的频道对你了解 电动车特斯拉有那么一点帮助的话 希望你可以在影片下面帮我留下你的赞 这是对我个人以及频道最大的帮助 我们接着就来看看特斯拉这礼拜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 Let's go 首先今天的大新闻就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正式对特斯拉启动了自驾所造成的车祸调查 在这11起被调查的案例从最早2018年的1月一直到最近的2021年7月 其中涵盖的车种包含特斯拉目前最主流的4款车也就是Model S X3以及Y 而这些案件的共通点是特斯拉在autopilot启动的情况下 却去撞到停在路边的紧急救护车辆包含了消防车救护车以及警车等等的 在这边安卓跟大家分享一个美国这边的习惯 在市区道路当警方或者救护车辆在进行蓝查服务的时候呢 有部分的警校会刻意把一半的车辆占用到线道上面 最主要是想要用车身来保护前方在工作的警消人员 而通常这种情况下警交车上的闪光灯也一定是开启的 但即使如此特斯拉的autopilot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 却还是造成了11起案件 造成了1人死亡17个人受伤 而今天美国NHTSA就正式对这些事件展开调查 我在我的频道也不断提醒大家 autopilot虽然直翻起来叫做自动驾驶 但实际上它却只有level 2的辅助驾驶能力 但也因为它算是目前所有辅助驾驶里面使用起来最滑顺的一款 所以很多人会忘记了它其实还不是那么安全的这个事实喔 虽然我自己并不会开启autopilot来滑手机 而且我也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但我必须承认偶尔我会因为拥有autopilot而视线停留在萤幕上较久 主要是在设定导航或者选歌单的时候 但往往意外就是这种时候发生的 像我之前分享过要不是我有注意路况 不然我虽然有开启autopilot 还是很可能会撞上闯红灯的这台救护车喔 而特斯拉也不断的提醒大家目前不管是autopilot或force of driving也好 各位驾驶人都必须做好随时能够接手的准备 但不得不说这个命名是真的有一点误导人喔 除了特斯拉NIO未来汽车在前几天12号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起非常不幸的事故 这位驾驶是中国知名连锁品牌的企业家 非常年轻才31岁而已喔 很不幸的它的车在开启NOP 也就是自动驾驶的情况下发生了意外 因此不幸试试了 所以我要在这边不断的强调目前各家车厂的自驾技术 其实还没完全的成熟 大家千万不要把宝贵的线命完全交给电脑处理喔 今天由于这些消息 特斯拉以及NIO的股价都纷纷重挫 即使一浪在昨天分享了force of driving 9.2版的更新内容 看来都不太能拉抬得了股价 但我还是带大家来看看特斯拉的命脉之一 force of driving又有了哪一些进步 时间过得非常快哦 force of driving 9.0版推出也超过一个多月了 直到目前为止仍然只有非常少数的人才有机会 试用这套force of driving beta版 关于force of driving在日前也做了一个比较重大的更新 也就是9.2版 一浪更在网路上分享了这些更新内容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汇入主要干到的加速 以及超越慢车时候的表现将会更像真人 而我今天早上也看了几个YouTuber关于9.2版的分享 虽然表现的有比以前更好 但可以进步的空间其实还蛮多的 而一浪也说接下来还会推出9.3 9.4两个版本 而接下来就是架构上的重大更新 也就是V10版本了 而在V10出来之前大概是不会有下载按钮这个功能出现了 也就是说快的话一个月慢的话两个月 在北美有购买force of driving的朋友 可能机会可以上路体验这套市区自驾功能了 我相信有购买force of driving的朋友应该都非常期待吧 另外一件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我的model Y 我的model Y从去年11月入手到现在驾驶刚好超过12000英里 也就是2万公里左右 我上礼拜使用了Vroom进行了一个往上估价 看看他们愿意用多少钱来购买我的model Y 结果出来他们竟然愿意用57000块来购买我已经驾驶2万公里的model Y哦 而在美国二手车商来说Vroom它的估值通常是比较低的哦 因为它非常的方便 所以我相信如果我找其他车商甚至自己来卖的话 要超过6万美金绝对不是问题 而我当时在购买这台model Y包含税金以及各项杂质之后也花不到7万块 加上我当时使用贷款而把买车的现金拿去做投资 到现在创造出将近2万2的收益 也就是说我现在把车给卖掉 再买一台全新的model Y 过去这一年不要说折旧了 我甚至还倒赚1万多块美金哦 做这样的换车动作对我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电池组了 我不但会拥有一个全新而且没有电池衰退的电池之外呢 虽然官方没有公布 但有网友实际测验指出呢 目前model Y的电池容量是82千瓦 对比我现在的75千瓦呢 足足多了7千瓦也就是大概20英里左右的续航力哦 而这20多英里的续航力可能拿来作为备用 或者减少电池降解数字上的美化哦 不管怎么说 它就是足足多了7千瓦的电池容量 除此之外还能拥有一些我目前车上没有的内装配备 包含加热方向盘 侧边反炫光的方向镜 以及生化武器级别的空气滤网 加上我等于是换了一组全新的轮胎 开光轮胎就价值超过一千多块美金了 这些都是我非常想要有的功能 所以我怎么能够不心动呢 再加上如果我下定的话 大概是不会购买Force of Driving了 而是会使用订阅制的 也就是说新车一样白色内装 20寸框在睡前只要5万7就能够搞定哦 我现在卖车应该可以拿回6万出头 在经济上可以说是完全无缝接轨 所以我真的真的非常的心动 但是这边有几个原因让我稍稍有点犹豫 第一个就是它的交车时间 特斯拉在北美不管是Model 3 Model Y的订单 可以说是爆炸的状态 之前是只有Model 3的Standard Range 现在连Model Y的Room Range的交车时间 全部都延到明年才能够交车了 虽然我人在加州可能会好一点 但我预估也是要2到4个月才能够拿到新车哦 但因为我还有一台代步车 所以如果真的要换车的话也不是不可行的 而我第二个顾虑的点呢 就是全视觉化了 目前我的Model Y车上依旧配备有毫米波雷达 虽然日后终有一天全视觉化的车 将会跟有雷达的车功能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在那之前呢 我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顾虑的 尤其高速公路Auto Steer上线只能80英里 是我比较在意的部分 除此之外就是Model Y副驾驶座的腰部支撑呢 被移除了 这一点也是因为我做频道的关系 我副驾驶座的主人呢 他知道新车没有LUMBER SUPPORT 所以我换车可能会被他念一顿哦 以上几个技术让我现在还非常的犹豫不决 不知道大家觉得我应不应该定下去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如果你是我 你会不会定一台新的Model Y 当然我能够有这么幸福的选择难题 也要归功于我当时做的投资计划 我的投资计划真的非常的简单 不需要看财报不需要拆股票的高低点 让我从当时的6万5千块美金到现在超过8万7千块 再加上美国现在非常夸张的车市 让我可以无痛换新车 如果各位对投资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去看我之前分享的投资影片 而有美国社阿玛的朋友也欢迎使用我影片下方的连结 开启各种投资账户 尤其像富途Momo开户只要存入100块美金 他就送你两张免费股票 存的越多他送的越多最高可到4张免费股票 价值可达5300多块美金 其他Weibo跟TigerTrade也都还有开户奖励机制哦 想要像我一样使用投资来累积财富的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了 而特斯拉在美国订单筛报成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最近有个很奇怪的新闻传出 就是在7月特斯拉中国的销量竟然只有8621辆车的交车哦 不过大家不要被这个新闻标题给骗了 因为在7月虽然中国内销市场下降 但是在出口部分呢却是大涨了4倍之多哦 所以跟6月相比 他们一样是交付超过3万辆的车子 我相信这只是特斯拉在做进出口调度上的规划哦 除此之外上海的GIGA工厂非常有可能要成为特斯拉的出口中心哦 我们可以从特斯拉申请在上海投产5款Model Y看出端倪哦 这5款Model Y分别由不同容量以及不同组成的电池搭配组成的哦 其中包含两款标准版两款长程版以及一款性能版的Model Y 而标准版跟长程版则各自有搭载3元锂电池 以及磷酸锂铁电池这两种版本 所以很明显的上海GIGA将可以应付各种Model Y的配置需求 而在北美订单爆满标准版Model 3跟长程版Model Y 都要等到明年才能交车 以及德国柏林GIGA工厂进度落后之下 利用上海的产能来供应欧洲的需求 我想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而伊朗在13号也宣布好消息哦 自从他亲自拜访德国之后呢 幸运的话柏林GIGA Factory渴望在10月能够开始正式动工生产Model Y 相信到那时候特斯拉的营收将会多了一支生意军 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在中国7月的销售数字 看似下滑这件事情哦 倒是反观美国有一件诡异的事情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美国总统Joe Biden签了一道行政命令 设定在2030年以前要达到电动车销售能够超过50%的目标 接着他就找了美国几大车商进行会谈 其中包含了福特、通用以及克莱斯勒等公司 偏偏独露了过去3年在美国电动车市场超过7成比例的特斯拉 连Elon Musk自己都说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会议 感觉有一点诡异哦 事后政府的官方说法是这次的会议只针对允许员工参加工会的车商来进行会谈 而大家可能不知道Elon Musk过去跟汽车工会本来就处的不太好哦 今年3月才被工会提起一项法律诉讼 而Elon Musk也曾在推特上公开反对员工加入汽车工会 所以也许这是原因之一啦 但是我怀疑背后可能有更多的政治因素在里面 有可能也因为特斯拉他们计划是在世界各地设GIGA 并不是全部集中在美国 包含现在已经在运作的上海GIGA以及即将开工的柏林GIGA 甚至一直在传言的印度都有可能成为特斯拉去设厂的目标 也因此特斯拉的茁壮未必能够直接帮美国带来广大的就业机会 还有就是中美电动车市场终需一战 在中国已经投入大量比重的特斯拉 会不会因此而没有受邀参加这一次的会议 是许多的媒体以及我个人的猜测啦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希望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下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但是记得不要做政治上的引战 因为我觉得市场就是公平竞争的嘛 今天影片就先跟大家聊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内容 记得在下面留下你对我的支持 还没订阅我频道朋友也记得按下追踪键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在下次的影片再跟大家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记得也要跟我说 如果你是我会不会选择换新的Model Y呢 感谢大家今天的欣赏 我们下次见 大家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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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